騰騰剛剛講到美中之間的競爭很大核心在科技 科技當然也在衛星 也在太空科技 也在軍事科技 不過呢 今天川普又出來嘴 他說他比拜登強硬多了 對 這是川普呢 在現任後首次接受坐下來 在攝影棚接受訪問 這福斯的訪問 他說的 他說我跟普丁跟金正恩 還有跟習近平 特別是疫情之前 我們關係都很好 可是他們不敢對我像現在這樣為所欲為 像現在就是說他很擔心就是說 俄國跟中國聯手到處放火 讓拜登陷入這個雙邊的這個作戰的關係 另外呢 關於身體的部分 他說其實拜登快要七十九歲了 可是他看過八十幾 甚至九十幾歲的人都很強健 他當然暗示說呢 A這個 他這個總統專機上面的風不會很大的 他們就是暗示說 這個拜登的身體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 這個會長肯培 特別寫關於這個俄中聯手 戰略性的呼應 到處放火這件事情呢 就是會給美國一個夢魅 會是拜登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我們現在看到的跡象就是說呢 俄國在烏克蘭 那麼照CIA的局長伯恩斯說呢 已經有可能會發動侵略了 然後在這個台灣就是不斷的就軍事挑釁 當然拜登政府做了很多的處理 比如說呢 一方面制裁俄國的官員 但是要跟普丁開高峰會議 然後呢 也派特使來台灣 並且有美日的聯合聲明等等 另外我們也發現說俄中其實可能不是戰略性的 可以聯盟的 但是他可以呼應 那我們看一下他幾個放火的這個新聞 第一件事是貨幣 這件事情也是在柏奧這個論壇中間出來 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前行長周小川 他關於這個數位貨幣 他說了幾件事情 他說各國都有貨幣的主權 不應該有一個貨幣那就只美國美元了 一統天下 然後說呢 中國發展數位貨幣是在幫忙 因為美元呢 要單獨去承擔所有這個跨境交易的這個基準貨幣太辛苦了 所以我們發展一個數位貨幣來幫助他 然後我們已經練習了 我們先從國內的這個零售市場 就是電子支付來練習 那我們現在未來可能會跨境的來做跨境的支付 然後他另外還說了一件事情說呢 我們可以在一帶一路的第二點零版中間搭配來推 就是說我們在國外的跨境練習呢 也來做這個數位貨幣的 真的是要用數位貨幣來取代美元的霸權 那另外一個關於礦產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格陵蘭 就在北極圈的一個丹麥的屬地 但是它是有自治權的 那麼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格陵蘭有百分 全世界百分之十的稀土跟釉礦 那麼是非常重要的礦產 但是沒有經過開發 被中國所看上 那麼有兩家公司 一家是澳洲的公司 但是另外一家是中資的澳洲公司 叫做威和資源 已經取得開采權 這件事情在格陵蘭取得渲染大波 那麼格陵蘭就說 我們不歡迎這種商業性的大規模開采 因此他們改選的時候 有一個新的政黨叫做這個 英紐特人黨 那麼有一個新總理 他就是說我們反對跨國開發 那麼當選了新總理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跨國開發案 整個的取消掉 最後我們來看俄國的放火 就是俄國跟捷克現在正在這個非常互相驅逐 外交官的一個外交緊張關係 源起是這樣子 捷克的調查發現 並且總統親自上電視去揭露說 俄國的大使館中間的外交官策劃了 在這個二零一四年 在捷克東部的一個軍火案的爆炸 並且他裡頭也窩藏了兩名特務 是在英國去放那個神經毒 去把這個異議分子給殺掉的這樣的事件 所以他驅逐了十八名外交官 俄國呢就報復 驅逐二十名外交官 並且稱呢 捷克你是在受到美國的影響 才在服侍你的主子 好 我們稍後回來